好,我们又把小飞象叫回来了 别想跑,还没结束 我们这个直播从阳光明媚播到狂风暴雨 再播到这个雨后天晴 然后现在外面天都黑了 那导哥,我刚刚看到这个郭美今天他有发一个盖特 是吗?发出来 郭先生有打电话给他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这个郭先生特别提到说 这个是6月10号的盖特 那导播给我们看一下他今天的刚刚的盖特 那郭美专门有提到说和郭先生刚刚通完电话 然后并且郭先生请郭美向大家转答 说看到很多以前没见过的战友 真的很开心 但是无法和你们有太多的互动 虽然每天只能后脑勺对着你们 没有眼睛 但是我们的呼吸是在一起的 现在关键的时间大家要沉住气 沉住气 沉住气 不要因为小事造成大错 不要因为感情而冲动 在传播案情上 不要夸张 要理智 冷静 尊重法律 然后郭美也祝福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心的周末 而且分享郭先生声音当中的自信和喜悦 那这个导哥 那我们在因为现在已经是6月14号 然后这个法官预期是说7月12号希望要停审结束的 那我们在未来这个几周的这个工作联盟的这个工作当中 大家可以期待什么 基本上我们还是接下来到7月12号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个庭审 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个庭审的日期表表出来的也有可能会有错 但是具体开庭的日期或者说到7月12号之前的日期基本上都已经锁定了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假日 结假日 那大家刚才在前面我们说的如果有些战友想来 你得搞清楚到底哪几天开 并不是每天都开的 剩余的这个开庭日期也不多 可能按照我的计算可能就只有10天开庭 然后最后一个礼拜应该是留给这个配审盘的时间 这个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 但是基本上总共就是这十几天时间了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这个战友 不管是在美国境内 还是说美国境外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战友 如果有计划来访问总部啊 然后来参加这个庭审旁听啊 那么大家看好这个日期 算好这个时间不要错过了 或者说不要这个时间对错了 这个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联盟这一块 当然首先是这个庭审这一块 是我目前的一个重痛之重 每天我们有很多的战友去这个参与庭审 然后有联盟有专门的对接服务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直播的这个安排 我们给大家去讲解 包括中文和英文的 这一块是我们当下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当然另外这个灭供的这个活动啊 农场的服务啊等等这一块都一样不会停 还是继续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这一块也特别感谢这个所有的农场 农场主还有所有的战友在幕后的这个 这个默默无闻地在做吧 因为我们能看到的战友是很少的 在台前呢在直播当中的战友是很少的 绝大部分战友都是你 可能不知道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叫啥名字 但是在背后有很多的战友在做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前我相信应该是上个礼拜的周末的 这个我们没有来得及说是有西班牙的这个活动 西班牙这个组织的一个活动 当然这个活动是由法治社会在支持 有这个联盟在组织 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欧洲的这个农场主 铁血组很多的CEO或者还有一些战友都在参加 包括我们看到的郝董的父子俩都亲自到现场去演讲 然后跟大家去分享 跟这个组织的很多人在交流沟通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活动我们尽管过去几天没有去说 但不代表这个活动的意义不够大 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因为让我们又回顾了一次 这个新东方联邦在乌克兰救援的后续的影响 发酵 这个因为我们过去了这个两年时间 但不代表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那这一次活动就又一次发酵 更深的发酵 而且它是跟这个当地组织 一个很很大的这个很有影响力的组织 去这个去交流去分享 这是让我们要回头 去回顾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 我们参与的行动 我们说做灭共的这些这个活动宣传 是有多重要 有多这个影响力有多巨大 这是国际性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当下 尤其是当下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目前在 国际的案子在庭审当中 乌克兰救援行动 在庭审当中是被提到多次的 大家回头去看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记得 这就是又一次来验证的 庭审当中我们提到这些事情 这是有多重要 这是对庭审的一个 又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支持和声援 说的我们都是事实 而且是人道主义的 是正义的事情 我们是跟共产党 我们所要灭掉的共产党 完全不对立面的 共产党在这个欧乌战争当中 是完全跟着邪恶的一面 我们是在正义的一面 这个在庭审当中被多次的提及 为什么我们就更多的去宣传 西班牙组织的这个活动 另外一个我们也向全世界的 支持新东联邦的 这个友人也好 或者说在观望的人也好 去向他们展示 我们过去和现在当下 灭供的行动没有停 我们就参与西班牙的这个活动 它也是一个灭供的活动 也是一个灭供的宣传的活动 所以我们的灭供是没有停的 也让这些观望的人也好 或者支持的人也好 看到新东联邦一直在行动 我们没有被当下的案子所阻碍 我们不会因为有目前的案子 我们就停止了灭供的行动 不是的 我们全球的在下都在行动 都没有停止 我们不会被 案子是一时的 是吧 案子总会结束 但是我们灭供的行动 不会停止 所以说这个西班牙的这一次参与的这个法制社会支持的联盟组织的 整个欧洲的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联盟成员参与的这么一次活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大家继续去宣传传播 尤其是我们过去曾经参与的乌克兰救援行动 当然这样的活动不会停止 这样的活 这样的跟当地组织交流的活动 我相信也不会停止 如果说没有315 我相信这样的活动可能每个月都会再发生 当然我们这个案子结束以后 我相信一切都会回来 都会恢复 都会恢复跟各地各国家的很多的组织的交流和这个分享 对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过去有战友在说联盟没有救这个活动 讲一些这个意义也好 或者分享一些 我今天就在这边总结先给大家分享 很重要 只是我们目前过去的一个礼拜 没有时间因为庭审的活动很密集 没有时间去分享 今天跟大家就分享一下